对于关系数据库的话 它的理论支持一定要过关 一定要能够去记下来的 这些是必须要求去掌握的 当然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Oracle11G它的一个新的特性 也就是说这属于也算是 Oracle数据库它自己的一些特征 也就是说在兼有关系数据库 特征的一些基础上 它自己也添加了一些新的功能 这新的功能的话 其实这一块你们不用去记 我到时候我会发给大家的 这不用去记的 这个新功能我发给大家做一个了解 这块是做了解 不需要大家去记的 做了解知道就可以了 你看第一点的话 就是增强信息的生命周期管理 和存储管理能力 它其实就是一点 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对于Oracle的话 你在像数据库里面去存储数据的时候 它相对于其他数据库来说 你在里面存储的话 它的生命周期是可以很长的 Oracle的话就是你可以把一个数据 就是在里面比如说是存很长时间 包括的话它的存储管理的能力 对于后期的一个数据的导入 或者数据的一个导出 它相对于我们的这个MySoco和 我们的这个SocoSava等等一些 对其他数据库来说的话 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 因为本身的话Oracle的话 它其实就是属于一个 就是一个大型数据库 就是它本身从 不管是从它自身功能来说 要比其他数据库功能 都会全一些 但是呢 功能全员也是有代价的 就是它的一个维护的这个成本 对于就使用成本的话 相对来说是比较高一些的 比较高一些的 因为就是Oracle11G的话 就是它具有较强的这个数据划分 和压缩的一个功能 也就是说可以实现 也就是说是信息生命周期 管理和存储的一个管理 其实你就记住一句话 就提高它的一个 它的存储管理能力 要相对于其他数据库来说 是比较强的 然后第二点的话 就是全面回忆数据的一个变化 这个全面回忆数据变化 这一点的话 你会发现咱讲到后面 这样结合的话 咱是能够去有对应的 对应的Sircle一句来去实现的 也就是说是可以帮助我们的 不管是管理员 还是咱们的用户 查询在过去某些时刻 指定表中的数据 也就是即使我比如说 我之前比如说在第一节课当中 我对我表当中的数据 做了一个修改 做了一个修改之后的话 比如说我下午再去 再去查看的过程当中 我也可以去访问到 就是我曾经对我这个表的一个结构 或者表的这个数据 做了哪些操作 它是可以去查询出来的 可以查询出来的 然后第三点的话 就是最大限度的去提高信息的一个可用性 这个可用性的话 也是属于Sircle源的一个分类的 Sircle源分类 因为在Oracle里面的话 它有一个闪回的一个技术 这个闪回技术是什么意思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看咱们在 在讲Masako的时候 不管比如说就举这个 市区库的这个 对表中数据的一个增删改查 增删改查的话 你比如说大家删除了毛条记录 删除毛条记录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是不是在Masako当中 是不是找不回来的 对吧 但是在Oracle里面是可以找回来的 你比如说我把张三这条记录给删 删之后的话 在Oracle里面的话 它也是有一个Sircle语句 可以把你之前删除的这些数据 再把它给还原回来 这个还原回来的话 其实就叫做一个 就是闪回的一个技术 就是可以你看 轻松的去撤销破误的交易 以及任何相关的交易 就是说我不小心把库给删了 不是把库给删 是把库中数据给删了 没关系 也可以进行这个 找回的一个操作的 而且的话就是它本身 只有备份和恢复的一个功能 可以改善非常大 数据库里面的备份和 存储的一个性能 而且的话 它在这有一个热修补的功能 这个热修补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呢 就是不必去挂载 我们这个数据库 就可以进行数据库的一个修改 这个挂载数据库的话 等会我们会讲到 在第一章最后的话 就是有两个操作 这两个操作的话 其实在讲大纲时候 刚才我说是不是有一个启动和 什么关闭数据库实例 对吧 这个启动和关闭数据库实例里面的话 就是这个数据库的一个挂载的一个操作 等会我们再详细去讲 这个挂载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 其实你看第三点的话 大家就明白 就明白一个信息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Aurico数据库来说 即使我把数据不小心给删了 删了之后 我也是可以进行找回的 可以把我的这个数据再还原到我的表当中的 这是第三点 就是最大限度的去提高信息的一个可用性 然后第四点的话 就是Aurico可以去快速的文件 这个快速文件的话 它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对于它这个 它这个快速文件还是要和其他数据库来去做对比的一个操作 就是说对于Aurico数据库的话 它存储数据的类型范围是比较广泛的 对 也就是说你看它可以去 包括我们图像的一些大型的文本 还有一些先进的数据 比如说XML数据 还有医疗成像这个数据 还有一些三维数据的这些对象 最关键其实就是这个XML这个数据 XML数据的话 它指的其实就是在开发当中 就是开发人员 它会用到的一些数据的一个表示 对于Aurico的话 它也是能够去做存储的 但是MASACO和一些 比如说SACO Server 它是做不到的 它做不到的 也就是它这个Aurico存储的数据 类型范围是比较广泛的 然后第五点的话 就是更快的这个XML 更快的这个XML的话 它其实指的就是在Aurico数据库当中的话 它还包含了一些其他小型的数据库 其中的有一个数据库的话 就叫做一个XMLDB 就是XML这个数据库 你看XML数据库的话 它是我们这个Aurico数据库当中的一个组件 它主要起到的就是一个辅助性的一个作用 就是帮助我们的这个客户的话 就是做一些数据化本地的一个存储 就是帮助客户以本地的方式 来去存储和操作我的这个XML数据 因为刚才这个也说到了 我们说Aurico数据库里面的话 它是不是能够去存储一些其他的数据类型 对吧 说比如说开发当中的这个XML数据 也就是能够去帮忙去解析对应的这些数据 解析完成之后的话 它还可以帮我们的这个数据去做一个本地化的存储 或者本地化的管理的操作 这是第五点啊 就更快的这个XML 然后第六点的话就是透明的这个加密啊 透明的加密的话 其实简单点来说就是它的这个安全性啊 在我们的这个数据库当中的话 Aurico的数据库 Aurico数据库的安全性是最高的啊 最高的 做最好的啊 做最好的 这是啊 这是它的第六点 就是透明加密 是从安全性这一模块来去考虑的啊 然后第七点的话 就是嵌入式的这个OLAP这个行列啊 大家首先要明白这个OLAP指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啊 咱再去看一下啊 这有能看到吗 可以看到对吧 这个OLAP的话 它叫做一个连接分析处理啊 连接分析处理的话 就是说它能够使 它能够使我们的这个用户啊 能够快速迅速 你看一致交互的去 从各方面来去观察 我数据库里面保存的这些数据信息 以达到去深入理解数据的一个目的啊 其实这个OLAP的话啊 它主要的一个作用的话就是 把牌子给盖好 它的一个作用的话就是 用来你看我这个月工夫糟了 想没扣我点钱是不是 你们不带牌被人家叫我 叫我带到房的时候 我是扣200块钱的呀 孩子们 真的啊 不是开玩笑的啊 这就为啥我平时对你们这些 细节上要求严格 不能拿我的工资来开玩笑啊 我一个月工资也不多的啊 不不我一个月工资不高的啊 不要想想很高的啊 我可没说啊 这穷的铃铛响的人 咋可能工资高呢 对吧 这个啊 其实这个OLAP的一个作用的话 就是帮助我们的这个用户啊 就是能够更快 就是更好的去理解我们数据库当中 就是这些数据啊 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 或者反馈就是数据啊 这些数据的一个信息的啊 这是第七点 然后第八点的话 就是说是连结汇合和查询结果的一个高速的一个缓冲啊 它其实主要就是描述的就是ORIC 你看在不管是在它的这个性能方面 还是在它的一个扩展性方面啊 就是增强这个查询结果的一个高速缓冲 它的一个操作 其实这一块的话 它主要还是围绕着我们这个查询来进行说明的啊 你会发现 等咱讲到查询的时候的话啊 它在细节上啊细节上的一个操作 还是和我们其他数据库是有差别的啊 等咱讲到那个查询再来详细去说吧啊 然后第九点的话 就是增强应用开发的一个性能 也就是说ORIC的话 它也是可以和我们的这个开发啊 就开发人员去 就是和我们的这个项目去做一个结合的 只不过它这个结合 你看在这一块的话 我需要和大家去表明一点是什么呢 它虽然在这描述了是增强了应用开发的一个性能啊 但是它还是比不过我们的Masarco的 就是很多开发人员在去选择就是和数据库做连接的时候的话 他们还是会首选的是我们的这个Masarco 即使也就是说ORIC的话 它也是可以和开发去做结合的 但是呢 从多方面来去考虑啊 也就是他们还是首先会优先去考虑我们的这个Masarco数据库的啊 这是需要大家去明白的一点啊 不能说讲了这个 它的这个新功能就是Masarco就不用了 然后就首选的是ORIC可不是的啊 这是啊 这是我们所说的就是对于Masarco数据库啊 它的一些新特性 这些新特性呢 是它自己独有的啊 是ORIC数据独有的一些特性 可不是关心数据库公有的啊 这点让大家去明白啊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啊 下面这个就是如果想实现对我ORIC数据库的一个操作的话啊 就需要去借助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的话就叫做Succo Class啊 这个也让刚才你就安装完成之后的话 也让大家去找到发送到这个桌面快捷方式了啊 就是说通过这个Succo Class这个工具的话啊 去提示我们去拿上我们的这个拥户和密码啊 因为在ORIC里面的话 大家要明白一点 它不像我们说Masarco一样 也就是对于库 不管是库表的一个操作 还是对于表中的这个数据的增产改查 是不是都是需要我们自己来去找数据的 对吧 你像我们讲增产改查的时候 那七张表 七张表的话 是我建完间之后往里面插数据插数据之后 然后导出来 导成Succo念发给大家 大家再去导进去的 也就是说这些数据都是我们自己来去做的一个操作 但是ORIC里面不一样 ORIC的话 只要拿上它的一个用户 每一个用户里面的话 它都提供的油表 而且这些表中的话都是有数据的 我们直接可以拿着某一个用户啊 来实现对我增产改查 一系列的一个操作 所以说有些书上在去描述ORIC的时候 它会想这样一句话 就是ORIC数据口的话 它都是由我们一个一个用户去构成的 这句话其实是对的 你可不能说它是错 因为大家刚才你看去点那个口令管理的时候 除了我们Sculpt SYS System用户之外的话 你会发现它上下的时候 是不是还有好多其他的用户啊 对吧 这些都是我们ORIC的数据库 它自带的这些用户 而每个用户里面的话 都对应由自己的一些表结构的啊 表结构 这是我们所说就是对于ORIC的一个描述啊 接下来我们对于ORIC数据库的一个操作的话 都是在我们的这个Succo Plus里面来去运行的 来去运行的 就是这个黑白窗口 有点类似于我们的这个DOS 或者Linux那个终端打开的这个操作界面啊 这个需要大家去注意 写的时候啊 不要着急啊 细节上的问题啊 很重要的啊 直播今天在讲Succo语句的时候 我会教大家怎么去提高你的正确效率啊 ORIC所有的Succo语句的话 我在这儿先说一下吧啊 你最好就是自己去建个机式本 不要建那个World文档 World文档编码都是和这个里面的编码 Succo Plus编码都是有点差别的啊 你就去建一个机式本 然后先把语句是不是在机式本里边 是不是敲好了对吧 敲好之后的话 CV大法对吧 CNCCNV再直接粘过来运行就可以 这样的话你即使错了的情况下 我是不是在机式本里边改改是不是就OK了 对吧 这样之后我可以再来去再粘过来的啊 所以说这个啊 其实就是ORIC所有的在学的时候的话 给大家找的一个算是比较好的一个方法 去提高你的Succo语句的这个正确效率啊 先在这个机式本里边啊 机式本里边去写箱之后的话 再往里边去粘啊 当然的话你如果不怕麻烦的话 那你就在这里边直接敲也行 也就是说你一旦 但是我有一点是要说明啊 你一旦错了之后的话 你再是从头开始的啊 这个没法复制的 也没法你说我测之后我想把它给扇上 然后再还一下啊 不可能的啊 所以说这个啊 需要大家去明白 特别是在创表的时候 比如说一个表里边是不是有五列 对吧 你敲到第三列 哎错了 很不好意思啊 从头再敲吧 回车一下 从Curita再开始敲起啊 这个啊 这是需要大家去明白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在 机式本里边先敲 敲完之后的话啊 再往里面去粘切啊 这是啊 这是这个SELF PLUS工具啊 也没什么好说的啊 直接来去使用就可以了啊 它的这个大小的话啊 大家如果你觉得这个大小看着难受的话啊 我告诉大家在哪去调呢啊 在这一块啊 你看这儿不是有一个 这儿有一个是不是这个图标啊 对吧 你点一下 其实和DOT那个一样 你看点一下之后的话 你看这儿是不是有个属性啊 对吧 属性的话 你要照选项 这个光标缓冲区的一个大小 这是字体的一个大小 然后这个布局 你看屏幕缓冲区大小 窗口的一个大小 还有就是这个文字的颜色 背景颜色等等等等啊 这些都是可以自己去设定的啊 设完之后点击确定就OK 或者你比如说 想给它一个默认的也可以啊 你看这是比如说默认值啊 对吧 默认值点开 点完之后的话 你就在这儿设准完成之后 你就要 你就要把默认值里边数据改按之后 你下次再打开的话 它自动的就读取的是你在默认值里面 就是设置的这些选项啊 选完之后的话 点击确定就OK了啊 这是怎么去更改这个 Sirco Plus这个工具 这个窗口的一个设置啊 在左上角这块啊 默认值这块来去做修改啊 这个等大家自己去调吧 找一个自己 适合自己觉得看顺眼的一个大小啊 最少这是对Sirco Plus工具的一个描述啊 然后的话我们来看 就是最后第一章里面的话 就是这个启动和关闭数据库实例啊 这个启动和关闭数据库实例的话 它是有就是两个指令啊 你可以理解就是两个Sirco渔记啊 第一个Sirco渔记的话就是启动啊 咱先来说一下启动 这个启动数据库实例的话 这个讲完之后咱先不操作 因为本身你知道登录上你的用户的话 你的数据库实例就是自己就是打开的一个状态啊 首先的话啊在讲启动数据库实例之前的话 大家要明白啊 就是说是什么是实例啊 这个实例的话 其实就是简单点来说 就是你数据库里面存储的这些表 或者再详细来说的话 指的就是你数据库里边存的数 对存的就是数据啊 就是原来这就是启动数据库实例的话 用咱自己话来说就是 我的这些数据是可以提供给我的用户来进行操作的啊 开进操作 所以说在这的话啊 要明白什么是实例啊 指的就是我当前数据库当中存储的这些表啊 或者你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我们的这个 也就是说实例的话 也就指的是数据库里面 他对应的每一个用户里面他的这个表的这个结构数据啊 或者表的结构信息啊 因为本身的话 数据库里面你会发现就是他 首先虽然存的是这些数据库啊 不是存的是这些数据 也就是说以表的形式来去存放我们的这些数据 但是呢 每一个表的话都是属于我们的这个用户的啊 这种用户的 然后的话就是说对于Oracle数据库实例的这个启动的话 是分为三个步骤的啊 这三个步骤的话分别就是启动实例 加载数据库 然后打开数据库啊 也就是说在这的话 这个启动数据库实例的话 就是分为三步 这三步需要大家去记下来的啊 启动实例 加载数据库 然后打开数据库啊 然后打开数据库啊 这三步的话啊 其实也就是说是可以分开来去做操作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用户可以根据实际的这个情况需要啊 就是说以不同的这个模式来去启动我们的这个数据库实例啊 就是说有可能的话 我只是把这个实例启动起来 但是呢 我的数据库还是处于一个关闭的一个状态 或者比如说我的这个数据库这个实例启动了 然后数据库也加载了 但是呢 我这个数据库最终还是处于一个关闭的一个状态啊 我们来看一下就说对于这三个步骤的话 我该怎么去做选择呢啊 首先的话 启动数据库实例的话 少不了的一个 少不了一个关键词 就是这个 SATA UP SATA 然后呢 SATA 之后的话呢 后面是写上这四个参数了 这四个参数的话 就分别就是代表这三种模式的啊 我们先来 我先来给大家去串一下 串完之后大家再去记啊 给大家时间去记啊 首先的话就说是第一个的话 就是这个 呃 那梦堂对吧 那梦堂的话就说 它代表就是启动实例 不加载数据库 原来这些的话 只做第几步的一个操作 是不是第一步啊 对吧 只是把我这个 呃 实例给启动起来啊 也就是启动起来之后的话 但是呢 我这个数据库 还是处于一个 关闭的一个状态啊 关闭的一个状态 原来这就简单点来说 就是我数据啊 其实是可以去 也就是说是能够去看得到呢 但是你说我想去调用这些数据 你会发现你是调不到的啊 就是因为它数据库 当前还是处于一个 关闭的一个状态啊 也就是说是 表示的是启动实例 不加载数据库 然后第二个的话 我们说是这个梦堂 梦堂的话就是代表是 启动实例 加载数据库 但是呢 我的这个数据库的话 还是处于一个 关闭的一个状态 也就是说我的数据库 哎 我找到了 找到之后的话 我的这个库里面数据也有 但是呢 我现在我这个数据库啊 还是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 我还是没办法去 比如说实现对我 库中这些数据的一个操作的啊 然后第三个的话 就是这个open啊 open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 三步就一并完成 就是启动 加载并打开啊 同时这也是一个 默认的选项 也就是即使我只写一个 stop up的话 它其实默认的 是不是也是代表是 启动 加载并打开 因为大家来看 你看这四个参数的话 我是用什么给包裹起来的 是不是中划 中划是代表可选得协的 对吧 然后呢 这四个参数之间 我分别用这个 是不是书杠给分隔开 也就是说两边的话 只能 是吧 选一啊 对吧 后面只能写一个参数啊 你即使不写参数的话 其实默认的 就是这个open啊 也就是说正常 这三步完成之后的话啊 我才能时间对我 数据库里面 数据的一个操作 你说我更新一下 删除一下 插入一下 这些都是OK的啊 然后第四个的话 就这个 这个fors啊 就是FORC这个 也就是说是 中止 它其实代表 就是一个强制性的 一个操作 因为 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啊 我这个数据库 就是已经按照是 open这个格式 已经给 启动加载并打开 但是我发现 我里面的这些数据 还是访问不到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强制把它 先给中止一下 中止完成之后的话 就是说让它去 重新再去启动你的 这个数据库啊 就是中止实力 并重新启动你的 数据库啊 其实相当简单来说 就是重启你的 数据库的一个操作啊 这是我们所说 就是启动数据库实力啊 它这个指令 以及它的这四个参数啊 分别代表的就是我们的 这几个模式啊 这几个参数 这块是需要大家去记下来的啊 但是这个启动和关闭数据库实力的话 不是说每一个用户都有 都有这样的一个权限操作的啊 但是这个启动和关闭数据库实力的话 就是这个启动的一个权限操作的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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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当前的话 我是一思考的这个用户 是不是去登录的 对吧 那比如说就突然说 我想去切换一下 什么用户怎么办 对吧 这个切换用户的话 我给大家指令给写出来 就是切换 切换用户 切换用户的话 它用的是 COA COA的话 然后去写上我们的 这个 用户名 然后反显放 然后再写上我们的 这个密码 然后很好给分隔开 其中其后面还有一个 还有一句话就是 这个SOS TBA 其实这个 这个是完整的 直播这部分的话 你看我既然用中央包裹 钱 那就代表什么来着 是不是可写可写的 对吧 这是切换用户的一个 完整语法 这个切换用户 大家去吃饭吧 然后等下午咱再来说 或者直接去吃饭吧 下午再给大家时间去写吧 趁现在没啥人 可能挤个电梯 对吧 去吃饭吧 等下午再给大家时间来去写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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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